认真讲好每一个故事,欢迎来到猎奇手册。 在2007年的一个夏日清晨,湖南省楼底市的某个宁静小区突然被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打破了瓶颈。 大约在早晨7点40分左右,附近的居民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一刻的震撼。 事发突然,一对夫妇倒在了自家门前的血泊中。 男子因为一颗突如其来的炸弹,当场命丧黄泉, 而他的妻子虽然浑身是血,但他还在奋力挣扎, 试图爬向他那已无生命迹象的丈夫。 然而,悲剧并未就此结束。 就在这对夫妻的尸体还未冷却之际, 一名男子从附近的巷子急匆匆地冲了出来。 他手持一把土质猎枪, 不假思索地对着那位尚在挣扎的妇女的胸口再次开火。 泽弹穿透了他的身体, 他的动作瞬间停顿,似乎是彻底失去了生命力。 这名男子显然仍感到不满足, 他又拔出随身携带的刀, 对着已经毫无反抗力的妇女胸口疯狂地连砍竖刀, 直到他的身体被砍得不成人形, 这才扔下凶器,慌不择路地逃离了现场。 这是一起震惊全国的爆炸谋杀案。 凶手用极其残忍的方式, 结束了他前妻的姐姐及其丈夫的生命。 难以理解的是, 这种极端的暴力行为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扭曲的情感纠葛? 案件的背景同样复杂。 十年四十岁的刘亚娟是楼底市一家银行支行的负责人, 其丈夫张志强则在市政府某部门担任科长。 两人已婚多年, 一直恩爱有加, 各自的职业生涯也都相当成功。 刘亚娟有个小十岁的妹妹, 刘亚静, 她们是家中四姐妹中关系最为亲密的一对。 刘亚娟性格直爽, 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泼辣, 而小妹刘亚静则恰恰相反, 她性格柔弱, 一直是家里的小可怜。 从小到大, 每当刘亚静遭受委屈, 她总是找大姐刘亚娟诉苦, 希望得到姐姐的保护。 刘亚娟也乐于扮演这样的角色。 刘亚静大学毕业后, 顺利进入了市里的一家事业单位。 不久后, 她在一次聚会上遇见了李明发, 一名市局的职员。 李明发对刘亚静一见钟情, 迫不及待地索要了她的联系方式, 并开始每天给她发送情谊绵绵的短信。 刘亚静起初并不理会李明发, 因为她的外表并不符合她心目中的理想性。 然而, 为了赢得美人心, 李明发不惜用针刺破自己的手指, 写下了一封血书, 甚至在寒冷的冬日里, 在刘亚静单位门口等待了她四个小时。 刘亚静最终被李明发的执着和痴情所感动, 决定接受她的追求。 然而, 当她将这份血书拿给刘亚静看时, 大姐却皱起了眉头。 刘亚静感觉到李明发的行为有些极端和鲁莽, 担心她可能不适合妹妹, 她决定先了解一下李明发的更多背景。 果不其然, 刘亚静很快就发现, 李明发性格暴躁, 有着明显的大男子主义倾向, 做事冲动, 显然不是个适合长久相处的人选。 但刘亚静却不同意姐姐的看法, 她认为李明发对爱情的执着 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耐心表现。 面对妹妹的坚持, 刘亚静感到既无奈又担忧, 她不知道这段感情最终会走向何方。 在得知李明发的种种不良心为后, 刘亚静把这些信息分享给了她的妹妹刘亚静。 但刘亚静似乎并不完全相信姐姐的话, 她认为这些只是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 并不足以真正了解一个人。 面对妹妹的态度, 刘亚静虽然心中有所不安, 但考虑到李明发毕竟是国家机关的干部, 应该有一定的自制力和责任感, 便没有再过多干预妹妹的私生活。 就这样, 1996年夏天, 刘亚静和李明发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然而, 两人的婚后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美满。 仅仅三个月后, 平日里温文尔雅的李明发便展现出了她真正的一面。 她的主要嗜好是打麻将, 一旦开始便费其忘食。 冒天深夜, 李明发从麻将桌上回家, 发现刘亚静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她问道, 晚饭还有吗? 刘亚静对她打拍的行为十分反感, 所以那天晚饭后并没有给她留饭。 她不耐烦地说, 都这么晚了, 哪还有饭啊? 这番话显然触怒了李明发, 她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怒气冲冲地说, 一天到晚就知道看电视, 我饿了, 你快去做饭。 刘亚静冷冷地回了一句, 你自己有手有脚, 为什么不自己做? 说完, 她关掉电视准备去睡觉。 李明发立刻拦住她, 愤怒地抬手给了她一个耳光, 大声嚷嚷道, 我娶你回家, 就是要你照顾我, 你今天不做饭也得做, 以后再敢这样, 看我怎么收拾你。 她边说边又抬手欲打。 见状, 刘亚静赶紧捂着脸逃出家门, 独自在楼下徘徊。 她本以为李明发会追出来安慰她, 让她回去, 但她并没有。 泪水悄然滑落, 她拿出手机给朋友打电话, 那晚就在朋友家过夜了。 第二天, 刘亚静硬着头皮回到家, 李明发冷冷地瞪着她, 恶狠狠地说, 你还有脸回来, 她害怕又心酸, 泪眼婆娑地走回房间。 这件事, 很快通过刘亚静的朋友, 传到了刘亚军耳朵里。 刘亚军难以置信地, 找到妹妹询问真相。 刘亚静哭诉, 我没想到她会动手, 她的脾气太暴躁了。 刘亚军沉着脸说, 我会找她谈谈, 告诉她不能这样对你。 那晚, 刘亚军找到李明发, 耐心地劝她珍惜婚姻, 不要因意识冲动伤害彼此。 李明发面对姐姐的劝解, 虽然勉强认错, 但心里并不买账, 只是出于礼貌勉强应付了过去。 她还对刘亚军说, 我那天也是一时糊涂, 我诚恳向亚静道歉, 以后绝不会再动手。 然而, 刘亚军刚离开, 李明发的态度立刻180度大转弯。 她质问刘亚军, 你是怎么把家里的事告诉你姐姐的? 我们夫妻的事, 你凭什么告诉外人? 她的话语中满是威胁。 刘亚军反驳了几句, 但这只引来了李明发更激烈的暴力。 从那以后, 每当刘亚军稍有不慎, 就会遭到李明发的辱骂和暴打。 她的生活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 2001年的一个春日清晨, 刘亚军因为急于赶去上班, 匆忙中没能洗李明发昨晚脱下的衣服。 李明发下班回到家, 已发现这事, 立即怒火中烧, 对刘亚军大吼大叫, 则被声不绝于耳。 刘亚军试图解释自己一早的急忙, 但李明发根本不听, 一把抓住她的头发忙得一扯, 把她摔倒在地。 刘亚军的膝盖忙得撞在地板上, 痛得她几乎叫不出声来, 只能为刘满面的痛哭。 她的哭声很快惊动了邻居, 这些邻居将情况传达给了刘亚军的哥哥刘亚军。 刘亚军急忙赶来, 看到妹妹痛苦地蹲在地上, 她心痛不已, 怒火攻心地对李明发说, 如果你看不上我妹妹, 只说好了, 要么离婚。 你为什么总是动手呢? 你这是人干的事吗? 李明发意识到刚才做过头了, 尴尬地向刘亚军道歉, 并且急忙到楼下药店买了红花油, 帮刘亚军涂抹伤口。 刘亚军严肃警告她, 再有下一次, 她将不再手软, 直接报警或促使他们离婚。 李明发面对面的承诺要改过自新, 这使得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表面上收敛了很多, 但心里却越来越憋屈, 对刘亚军和刘亚军愈发怀恨。 到了11月23日那晚, 刘亚军因工作加班到晚上9点多, 由于手机没电忘了及时通知家里, 直到晚上11点半才回到家。 一进门, 就看到李明发阴沉着脸坐在客厅, 冷冷地质问, 你为什么手机关机回来这么晚, 是不是去见什么眼男人了? 刘亚军对她的污蔑感到厌恶, 平静地回答, 别这么龌龊, 我手机没电了, 一直在单位加班。 李明发不信, 愤怒地反驳, 谁信你加班, 现在偷情的女人不都这么说吗? 这番话让刘亚军无法忍受, 她立刻反驳。 李明发一时控制不住情绪, 冲到阳台抄起一根棍子, 猛地向刘亚军的头部挥去, 这一滚下去, 直接在她的额头上砸出一个五厘米长的伤口, 血流如注。 刘亚军本能地用手去挡, 结果小手指被棍子打断, 她痛苦地倒在地上, 惨叫声惊动了邻居, 他们立刻报了警。 刘亚军被紧急送往医院, 医生为她额头缝了二十多针, 而她的手指则因伤势严重, 留下了永久性的残疾。 刘亚军闻讯后, 夜里即赶至医院。 此日, 刘亚军怒气冲中地找到李明发的单位领导, 要求严惩凶手, 并坚决要求李明发与刘亚军离婚。 这场婚姻让刘亚军彻底心灰意冷, 她在家人的支持下, 坚决向法院提出离婚, 面对家族的愤怒和坚决的态度, 李明发意识到刑事严峻, 虽然她内心不愿离婚, 但最终在众人的压力下, 她值得勉强同意了离婚的要求。 到了2002年3月, 李明发和刘亚军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但这件事远未画上句号。 李明发曾对前期施暴的事情, 很快就在她所在单位, 引起了轩然大波。 单位领导对此极为重视, 对她进行了严厉的训斥, 并宣布由于其品行问题, 当年的年度考评她不合格, 需要暂时回家反省。 李明发这时走在街上, 总感觉路人的窃窃私语都在议论自己, 同事们异样的眼光也让她感到难堪, 甚至一些曾经的好友, 也开始与她划清界限不再联系。 她心里认为, 唯有重新和前妻复婚, 才能洗清这些污点。 于是, 到了同年11月的某一天, 她带着一腔成一盒满心希望来到了前妻家, 想要求复合。 然而, 开门的是一脸严肃的刘亚娟。 面对前姐夫的突然造访, 刘亚娟显得十分不悦, 直截了当地问,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们家不欢迎你。 李明发结结巴巴的解释, 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 我来时想给小金道歉。 我发现没有她, 我的生活变得一团糟。 我真心希望她能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我保证以后好好待她。 但她的话还没说完, 刘亚娟就断然拒绝了她, 你可以走了, 我不可能再和你复婚。 你都把我打成那样了, 还想复婚, 你是不是非要看到我死才甘心? 刘亚娟更是气愤地加了一句, 你以为还有复婚的可能? 别做梦了, 快走吧。 于是, 李明发被赶出了门, 尽管之后他多次试图联系刘亚静, 希望能够挽回这段关系, 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到了2003年8月, 李明发在网上遇到了一个26岁的楼底女孩, 小陈。 他们俩在网络上聊得火热, 常常通宵达旦地交流。 几个月的网恋后, 他们开始实际见面, 约会, 看电影, 到公园玩耍, 感情迅速升温。 李明发对这位理解他, 貌美如花的新女友非常满意, 不久便打算见家长并考虑结婚。 然而, 正当李明发认为可以重新开始新生活时, 小陈突然不再回他的电话和信息。 不解之下, 李明发终于在一家网吧找到了小陈, 直接质问他为何避开他。 小陈冷冷地揭露了真相, 我可不想和一个有家报前科的人交往。 我只有一条命, 不想嫁给你后天天提心吊胆。 原来, 小陈在考虑婚事之前, 决定从周围人那里了解一下李明发的底细。 不料一打听便吓了一大跳, 得知他曾经的家暴行径后, 立刻决定与他断绝来往。 就这样, 李明发期待的第二春也就此破灭。 在2002年的春天, 李明发的婚姻生活已荡然无存。 不久后, 他偶遇了一位年轻的农村女孩, 原以为这次的相处能够带来些许安慰, 但很快他发现, 这位女孩不仅生活懒散, 爱好享乐, 而且一旦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就会对他发火, 甚至动手打他, 而他的力气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大。 一字争吵中, 这位女孩趁他不备, 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使他当场炫韵, 耳鸣不止。 这次经历让李明发深刻感受到了 什么叫做家暴的苦楚。 他开始怀念他那顺从, 温和的前妻刘亚静, 意识到自己曾多么幸运拥有他。 经此一役, 他毅然决然地与这位女友分手, 结束了短暂的第三次浪漫尝试。 此后的日子里, 李明发多次尝试 通过相亲重新寻找伴侣, 然而每次女方一旦得知 他曾经家暴的前科, 无一例外地选择与他断绝联系。 四年的时间里, 他感到极度孤独与痛苦, 不断地怀念着刘亚静的好。 他心中茫生了复婚的念头, 认为只有刘亚静 才能忍受他的脾气。 但要复婚, 必须先得到他家人的同意, 尤其是他与刘亚娟姐妹关系极好, 他深知必须先打动刘亚娟。 于是,在2006年8月12日, 他再次厚着脸皮去找刘亚娟, 希望能通过她的劝解 让刘亚静回心转意。 然而,刘亚娟的态度坚决, 言辞拒绝了他所有的请求。 我们已经很明确地告诉过你, 我妹妹不可能再跟你有任何关系了, 你最好死了这条心。 刘亚娟的丈夫同样对李明发表示厌恶, 直言不讳地批评他, 一个男人家里就知道欺软怕硬, 你这种人谁敢跟你在一起, 你还是先改改你的恶习吧。 以后别再纠缠我妹妹了, 你这样的行为非常让人反感。 两人最终将她请出了家门。 面对一无所获的结果, 李明发转去找刘亚静, 希望直接从他那里得到肯定的答复。 然而, 刘亚静的态度与他姐姐如出一辙, 你别再来烦我了。 我已经有了新的生活, 年底就要结婚了, 我未来的丈夫远比你优秀, 脾气也好得多。 你最好不要再纠缠我, 否则我会报警。 固执的李明发却仍不肯放弃, 误以为刘亚静的话只是气话。 他甚至认为, 如果不是刘亚娟夫妇的阻挠, 刘亚静早就回到了他的身边。 一天, 愤怒和绝望并存的他 再次出现在刘亚娟家门口, 仅无理要求索赔二十万元的精神损失费。 面对这种荒谬的要求, 刘亚军的丈夫张志强愤怒地反驳, 你凭什么要我们赔偿精神损失费? 我们还没找你赔我妹妹的精神损失费呢? 你还有什么脸来这里要钱? 最后, 他们毫不留情地将他赶出了家门。 李明发的固执和无理 使他最终一无所获, 只留下了无尽的空虚和孤独。 在2007年的某个春天, 李明发的行径愈发极端。 仅仅过了几天, 他再次厚颜无耻地登门到刘亚军家, 厚颜无耻地索要所谓的精神赔偿费。 刘亚军夫妇对这种无赖行为已是忍无可忍, 与他当街大吵了一场。 在众人的指责声中, 李明发灰溜溜地离开, 嘴里还不忘威胁着说, 算你们狠, 不给就算了, 早晚让你们后悔。 刘亚军夫妇这次真的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因此, 他们立刻向李明发的工作单位报告了这一情况。 单位领导对此事极为重视, 严肃批评了李明发, 并教育他以后不得再骚扰刘亚军夫妇。 表面上, 李明发在领导面前态度恭敬, 承诺不再找麻烦。 然而, 没人知道的是, 李明发的心理已经彻底扭曲, 决定要对刘亚军夫妇进行极端的报复。 他密谋制造了一个恐怖的计划, 用炸药将他们夫妻俩炸死。 李明发联系了一个老友, 谎称自己要制作烟花, 需要炸药。 朋友未曾怀疑, 便帮他弄到了所需的炸药, 并陪他去机械厂定制了空心的铁球。 李明发在准备工具的过程中, 秘密制造了五枚炸弹, 还自制了一把短枪和两把砍刀。 他开始在暗处监视刘亚军夫妇的行动, 记录他们的上下班时间, 精心挑选了引爆的最佳地点。 到了2007年6月25日的清晨7点半, 李明发开着一辆无牌照的银白色俯康车, 将炸药安置在刘亚轩夫妇住宅附近的小巷中, 然后藏身等待。 当刘亚轩夫妇不出家门, 即将经过小巷时, 李明发见他们巧妙地避开了炸药的位置, 便急忙现身试图截住他们。 肩壮, 夫妇俩转身往回走, 不料这正中的李明发的吓坏, 当他们刚走到装有炸弹的地点, 李明发便按下遥控器引爆了炸弹。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刘亚轩当场不幸身亡, 而刘亚轩虽重伤, 但尚有意识, 他拼命地向丈夫爬去。 李明发却毫无人性, 冲上前对重伤的刘亚轩连开竖枪, 接着又用砍刀狠狠砍击, 直到他动弹不得。 这起爆炸案很快引起了周围群众的围观和报警, 警方在楼底是某路段发现了李明发的车辆, 并迅速展开追捕。 李明发在慌不择路的逃跑中, 车辆失控翻车, 面对包围的警车, 他意识到自己罪无可逃, 竟然试图自杀, 但被及时赶到的警察制止并送往医院。 经过治疗, 李明发被成功抢救, 随后被逮捕。 在警察局里, 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但对刘亚轩夫妇的怨恨仍未削减, 态度顽固不回。 这种深刻的怨恨和扭曲的心理, 显示了他已无可救药的冷血与残忍。 在2008年6月6日, 湖南省楼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李明发的案件做出了一审裁决, 判决他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面对这一判决, 李明发未选择上诉。 两个月后, 他被正式带至刑场执行死刑。 李明发的一生充斥着各种不法行为, 从家庭暴力到赌博、 吸毒乃至最终的谋杀, 他的刑警不断升级, 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这一系列行为典型地反映了个体 在法律与道德的红线上持续失足, 每一步错误选择都在不断逼近他生命的终点。 李明发的案件是一个极端的警示, 告诉我们, 任何行为都有其后果, 而走向犯罪的道路只会导致悲剧的终结。 社会与个体都应当从中吸取教训, 防止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当一个人开始误入歧途时, 家庭、 社会和法律应及时介入, 尽力引导其回归正规, 避免悲剧的发生。 而对于那些已经无法自拔的个体, 法律的制裁则是对其行为的最终裁决, 也是对社会正义的一种维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